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listening这个部分 那么listening改革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块 第一块呢是短对话 short conversation 第二块是long conversation 长对话 第三块呢是passage 一篇短的文章 第四块呢是dictation 听写部分 那么听写呢原来是会有句子听写的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是单词和词组的听写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 来给大家讲一下各种这个听力部分 各种不同的题型 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所说的解题的技巧 解题的原则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短对话 短对话当中这边 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原则呢 叫做答语原则 也叫做第二句中心原则 什么意思呢 如果听到a说一句话 b说一句话 最后给你一个question 那么其实这每一部分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a说的这个话通常都是啊 引出话题 b说的这个话 你要当心呢 因为出题者往往会把这个答案 就放在b说的这个话里 然后这个question question问题 问题呢就是你要确定这个信息的来源 好这样讲呢还是比较的抽象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题 这套真题当中的第一题啊 第一题一上来就不是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四个选项呢 都比较的长 好那我们是不是这四个选项都要把它通读完毕呢 其实不需要 因为大家想啊 它既然是一个短对话 它的出题就不会特别的复杂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来根据我们的这个答语原则 或者叫第二句中心原则来解题的话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 好那么首先呢 请大家自己省一下题 来听一下这段音频 好听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出正确的选项 那大家刚刚在听音的过程当中啊 可能发现 ABCD这四个选项当中 都有一些单词在这个材料当中出现 比方说 A选项 strength B选项leather C选项covered D选项t 好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答语原则 也就是说你重点要去听第二个人所说的话 那这个时候应该不能选出正确选项是 boy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听到这个男士他怎么说 他说 Why don't you use a letter 好 所以说这道题目 我们根据这个leather 就可以把B这个选项给选出来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理解一下这段对话 女的说的是什么 女的说 I can't seem to reach the tea at the back of the cupboard 我好像拿不到这个橱柜 cubboard cubboard 橱柜 橱柜后面的这个茶 好 然后男的说 Why don't you use a letter 你为什么不用梯子呢 最后一句话 You might strain your shoulder 好 注意一下这边的string表示的是拉伤 扭伤的意思 OK 就是这道题目 那么我们来根据这一个原则 再来解决一下这一道题目 第三题 好 同样 大家自己审一下这道题目 来听一下这段音频 Question 3 I hear the students gave the new teacher an unfair evaluation It depends on which students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恭喜各位 正确答案就是 Boy 那么大家会发现啊 可能我们听到了关于这个 叫什么 Unfair evaluation这个单词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信息 我们要找的信息 在第二个人所说的话当中 他怎么说 他说 It depends on which students you are talking about 所以说 它是什么意思 Depends on 表示的是取决于 也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情况 它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而它取决于 你说的是哪些学生 好 那么这道题目 它其实讲的是 这个评价的问题 说 学生给了一个老师 比较这个不公正的评价 然后这个女的说不同意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要看是哪些学生 哪些学生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公正的评价 OK 好 我们进入到第二点 第二点呢 这边要跟强调 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叫做 同意替换 那么其实大家在做这个四六级真题的时候 可能已经发现了 同意替换这一个原则 在整张事件当中 可谓是无处不在 什么意思呢 初题者 他怎样来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 他一定不会把 一个单词 或者一个词组 完完整整的 题干和原文 把它一模一样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会用一些同意替换的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听力当中也不例外 比方说 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 其实一目了然 他考察的是一个地点 地点题 地点题 注意一下 在听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需要大家有一个推断的过程 好 仔细来听一下这道题目 Question 2 Since it's raining so hard Let's go in and see the new exhibits That's a good idea Mary Johnson is one of my favorite painters Where does the conversation most probably take place 好 各位在刚刚听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注意到有两个单词 首先一个叫做 Exhibits 第二个叫做Painters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这边的Exhibits 它不是普通的展览 而是什么 而是画展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再根据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很关键 叫做 Since it's raining so hard 雨下的这么大 言外之意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是在室外 而不是室内 因此呢 根据这一原则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选出答案 那个Dog outside 好 那么这边我刚刚讲了 它考察的是同一替换 什么意思 有同学可能不知道 这个Art Gallery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对这个词组 做好一个比较好的积累 Art Gallery 我们经常说的画廊的意思 画廊美术馆的意思 OK 好 看一下这道题目 同样告诉大家 它考察的是一个 同一替换的原则 来听一下这道音频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其实考察了有两个同一替换 第一个叫做get it over with 第二个叫做this weekend 分别和哪两个词组发生的同一替换呢 就是大家选到的A选项 A选项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finished work 好 get it over with 它就是finished的同一替换 第二个 稍微有一点需要大家去判断一下的 this weekend 这周末和as soon as possible 也就是说我们尽快要把这个工作 给它完成 发生了一个同一替换 OK 同一替换 好 我们再简单的来练一下这道题目 那非常快速的来听一下这道题目 好 这道题目呢 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啊 这边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一个在overall english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说法 叫做the cheap the cheap 这个词组 它就是表示inexpensive 就是表示便宜的 非常便宜的 所以这道题目很简单 答案就是dog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我这边把long conversation和passage 把它归到了一块 因为这两者呢 实际上都是考察的一个长预料 那么在听这些长预料的过程当中呢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注意听一些我们讲的sign post words 信号词 什么是信号词呢 其实就是大家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写作老师也会经常给大家说 要积累好这么一些词 哪些词呢 表示顺序的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finally 等等等等 表示转折的 but however yet 表示英国的 so therefore this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词呢 在听力当中同样使用 同样使用 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这些词 为什么 因为出题点 往往就在这些词的后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一篇短文 首先 在做这个长语聊题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大家知道之前的这个空隙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学会把关键词把它划好 我要注意大家解题 我们来看一下 16题 16题都是一些动词 对吧 动词 读书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 好 看一下啊 大家心里想一下 华的关键词是不是和老师华的关键词是一致的 第二题 17题 17题呢跟mark有关做标记 阅读过程当中你要学会自己做标记 同样一些关键词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是通过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方式 好 快速的浏览完这三道题目 我们来听一下音频 PASSAGE 1 MOST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NEED TO BE EFFICIENT READERS This is necessary because full-time students probably have to read several hundred pages every week They don't have time to read a chapter three or four times They need to extract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from the first or second reading An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study skill is knowing how to mark a book Students mark the main ideas and important details with a pen or pencil Yellow or blue or orange Some students mark new vocabulary in a different colour Most students write questions or short notes in the margins Marking a book is a useful skill But it's important to do it right First read a chapter with one pen in your hand and others next to you on the desk Second read a whole paragraph before you mark anything Don't mark too much Usually you'll mark about ten percent of a passage Third decide on your own system for marking For example, maybe you'll mark main ideas in yellow Important details in blue And new words in orange Maybe you'll put question marks in the margin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your chapter is a rainbow of markings You don't have to read all of it again before an exam Instead, you just need to review your marks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s 16 What shoul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do to cope with their heavy reading assignments? Questions 17 What suggestion does the speaker give about marking a textbook? Question 18 How should students prepare for an exam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道题目的答案 首先,16题 16题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同一替换 那正确答案应该是 Dog 对吧,原文是怎么说的 原文说的是 Extract 提取出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From the first or second reading 第一遍或者第二遍读的时候 你就要把一些关键的信息给提取出来 就和这边的D选项 By reading just once or twice 发生了一个简单的同一替换 好,那么这边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17题和18题 我们来看一下17题 大家会发现 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 这一题就符合我跟大家讲的 信号词的规律 信号词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是怎么说的 好,我把这个文本信息打在这儿 应该是一目了然 分别有三个词 叫做 first second third 好,那么大家会发现 出题点一定是在 这三点的某一点之后的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应该是哪个 最后一点,对吧 Decide on your own system of marking 也就是我们的A选项 Choose on your own system of marking OK,那么这道题目就解决了 下面一题同样符合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信号词的原则 看一下原文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圈哪个词 大家看一下,扫一下 应该是啊 Instead Instead 不要以为标转折的只有什么 but, however, yet Instead同样是表示一个转折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出题点就在 Instead的后面 所以说正确答应应该是啊 Boy By revealing only the marked parts OK 好,最后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Dictation的部分 Dictation 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来做这个Dictation 听写 它一定是按照这五步来走的 第一步叫做预测词性 同样大家需要利用一些 这个Dictation的时间 以及一些空隙的时间啊 来预览一下这个题目 预测好 我们可以预测的一些空 它的词性应该是什么 可以方便我们之后的解题 以及检查 第二点 第二点呢 一共会放三遍录音 所以说每一遍 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点 可以去听 第一遍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可以先听 13579这几个空 不要着急把所有的空都填完 我们留出足够的时间 把13579我们填一半 先把这一半给完成了 那么在第二遍听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再定定心心的 按照这个顺序把它给往下走 第三遍的时候呢 听一些细节 什么是细节 比方说大家经常会犯错误的 这个单复书问题啊 这个EDRNG问题啊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问题 在第三遍的时候呢 争取把这些细节问题 把它给解决好了 好最后呢 彭写答案的时候 再看看自己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拼写上的 一些小错误啊 可能是不应该犯的一些错误 OK 那么就这篇听解而言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来预测词性 这边给大家举了三控 我给大家看一下 很简单 二十六控 一看应该填一个什么词 必动词 which are in form 后面一定是一个 adjective 形容词 好第二控 who wants someone to him to 加一个 呃这个 冰格 所以说这边应该是一个 verb 是一个动词对吧 好 三十五控啊 三十五控是重点要跟大家讲的 一看到这种 不光是 not only but also 甚至还有 as well as 以及最简单的end的时候 呃 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是考察的一个 并列结构 呃 并列结构非常好解决 一定是跟前面这一个词 它的 这个 词性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这边 humorous 它是一个 形容词 所以说三十五控 它也一定是一个 形容词 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呢 我们还会在之后的 几套真题当中的 听写部分呢 呃 大家会看到更多的例子 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好 那么这篇文章 听完之后呢 有这么几个控 需要给大家稍微 呃 强调一下 首先二十八控 二十八控呢 是一个固定的词组 大家要做好积累 bet and forth 表示反复的 来回的 三十一控 三十一控 啊 千万不要犯这种 低级错误 注意 double double 好 三十二题 三十二题 parallel 和什么什么平行的 parallel 注意一下 中间是 double double 好 三十四题 三十四题 如果犯错误 肯定是漏写了这个 double r 和double s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